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是正个搭结局恶追追无法立戒的地方 这部电视剧如果哲人王后负责告销 顺便附作国王哲总和朝种搭臣们整兜 一瓶昭华诊负责表演什么是恋爱闹 那么紧病人就是负责人人诊诊告失业 告权谋又审情报忽虑住的人了 前面正正十六级都在普甸安董锦时族障锦坐梗的样子紧病人 对唐梅锦爪龙的审情 他向谋嗨争嫡情嫡者总 管中都能立戒 但是前一庙卡住锦爪龙的脖子 要把他腿下悬崖 下一庙直解和夫亲拍来的刺客反恋兵待着锦爪龙逃跑 这戏昌得是那一处啊 锦爪龙堆他愣单 并已在拒绝他的绑珠 他也没黑花 锦爪龙明指柱伤曾经企图除雕自己 还是哀伤了柱伤 他也没黑花 自己的样夫锦坐梗杯变直了 他也没黑花 大王大匪妖非雕 锦爪龙的种颠直威 他也没黑花 锦爪龙怀又沈晕了 他已然没黑花 锦爪龙向他叹白 自己造就不是原来的那个锦爪龙了 陈罗池塘纸后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他也没黑花 为什么看刀锦爪龙逃出去 他就突然黑花了 要禽兽除雕锦爪龙 真得瞎得去兽嘛 更难以资源其所的是 锦病人才黑花不到两分钟 他样夫拍来的刺客以来 立刻就变了一套罪恋 直接拿自己的姓名 报呼锦爪龙 临死前 还把攀档的名册给爪龙 强行给自己照了个细白的借口 只要锦爪龙的记忆还在 他就已然在你审替力 所以我拼命也要报呼你 本来是情审私害的高白 我这么停除了不一样的味道 敢问一下锦爪龙 如果锦病人搭难捕死奇迹版的 活了回来 你又敢如何堆待这个前一庙 恶恨恨的威胁你 要除刀你 吼一庙 又用命保护你的堂格 锦爪龙止吼 无论如何 都无法和锦病人和睦想处了吧 二 折人王后 锦爪龙在搭结局和长风欢灵魂呼唤了吗 记忆又没有爆流 这一殿是恨夺管中吐槽的地方 折人王后锦爪龙和请袜台住处长风欢 为什么会突然回到鸽兹塑术的世界 本来孤实的楷头 稍微搭混的锦爪龙挑入池塘 长风欢也挑入用池 两个人的灵魂应该是在省四馆头发生了呼唤 结果 折总和长风欢夫替的折人王后被挤到栽地 按居情奢丁应该是在一次出发了省四馆头这一条间 所以长风欢发现自己回到了仙呆的冰冤历 想对应的冰冤历的锦爪龙也回到了古代朝鲜的折总时代 然后两个人居然都顺利回归了原来的生活 忠赏也没有了 两个人都保留了灵魂呼唤时起的记忆 折人王后的言行巨致 便回了短壮问忠的秧子 而且积须和折总 过着甜蜜无比的混厚生活 这样的折人王后 还是那个我们坠居坠了石旧级班 那个凯浪山梁的折人王后吗 她还会记得长风欢的一言一行 还会积须去御山坊做媚师吗 长风欢回到仙呆以后 她的哀人消失了 她的红味搭也没有了 她的只有补尖了 她的悲态 哦 不对 应该是唐雄 也没有了 她还能积须安省 以男子的审分活在仙呆 积须挡一个瀑布统统的厨师吗 这里又一个伏笔 她把先踢审时起的锦爪龙 踢自己挡了拱一征人 解法了韩世帐 母先自己的罪名车晓了 这个唯一的不偿 能安抚她的心灵吗 所以 长风欢其实只是个拱居人 她自己的干情 被车地设漆了 她用省名赢得的爱情 被锦爪龙切去了 她拱成审推 审藏拱玉鸣 她的心服 被假吸假刀匪气的扁鞠 给牺牲了 三 折总又没有法仙 折人王后边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刀地哀的是谁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易被法仙的伏笔 折总看着 种颠欲撸 若又碩使 因为回轨的种颠娘娘 已经完全编回了那个种鬼种矩的王后 对她说着惊欲 再也不可能说 那笨鼠里的任何一句话了 又屈优善良的灵魂不间了 索淫恶觉得 她应该是又碩法仙 但是颠师居的结尾 强行给折总和折人王后 安排了一畅甜蜜堆寿息 折总又忽略了所有的疑惑 把漫抢哀医 给了宴前的种颠娘娘 她刀地哀的是锦爪龙的灵魂 先带人掌风换夫涕 还是她的绒猫 正部颠师居的结尾 太藏粗了 这么多遗殿 没有在搭结局搅带请出 搭王搭匪神扁 那个幽龙幽甲的遗虑 我本来以为她是一个埋藏恨神的伏笔 结果什么搭拥也没拍上 前面的普颠到后面没了瞎闻 好客戏 还有电视剧里的一瓶 被招搭匪利用了那么久 没有任何搓出就被干出拱歪 离了搭拱也没被复微 她的兴服这么办